梅芳 部長 提交 新新聞大概千萬萬二 高雄市長補選 籃因候選人李梅珍 拜票拜到了郵局去 因為沒戴口罩 一度被擋了下來 但郵局人員也很錯愕 并沒有事先知會我們 我們都不知道 梅通知就上門引發關注 李梅珍搶聲亮花招擺出 9點15日發布的MV 翻唱週董新單曲 也被指控涉及抄襲 李梅珍被打壓我OK 可是我的工作人員 相受這樣子的抹黑 我不知道我躲在背後的1450 你們到底算什麼 忍不住哽咽 直指綠營在背後操作風向 惡意抹黑 倒是對手陳其邁 完全不為所動 候選人還是要特別注意 對著作權人的尊重 才不會對音樂人 或者他們權力造成侵害 藍綠陣營天天上演 隔空互尬 搶媒體版面 至於民眾黨的候選人 吳亦正 為此也特地北上 舉行競選廣告發表會 吳亦正披瀾打玉 夾縫中求生存 最後時刻 三位候選人 衝刺聲量搏板面 各自出招 環日新聞 林維凱 余德勤 伊莉婷台北高雄報導